我是George 生活寂寞没人理的上班族 分手后 好像全世界只有我认识我自己 我不想只陪你打电动 而你却不陪我去运动 我要改变 我一定要改变 小姐 我在外面也捡到你的球拍 小白 谢谢你啊 你也是来打球的吧 那 挑一场吧 来 来 来啊 来 来 来啊 轻飙一把扇得上 很好 这样才有运动效果 看你这么弱 应该去参加单车小药游 是现在最夯的运动观光哦 走 先带你去考运动发财 老天保佑一定要赢 一定要赢 其实输赢不是那么重要啦 重要的是啊 看着自己手上买的彩券 代表国内体育发展也有我们一份哦 而且我还要买门票 请偏远地区的小朋友看直播比赛 小姐 你很有爱心耶 心灵富有比钱重要 不简单耶 哦 因为满运动比赛门票 可以帮公司选赢索却啊 蛤 对 你说他男朋友你不晓得 不是 我认识 你好啊 男朋友 我是Peddy 我是Joji 各位请听我说 虽然我和Peddy认识不久 但我想邀请她 今年的伦敦奥运 以及五年后的台北市大运 一起为中华队加油 赢了 中华队赢了 我是Joji 生活丰富又充实的上班族 人有好得不得了 你绝对想不到 不久之前的我有多么的 对不起 我不喜欢不运动的男生 涌起来 今天要游泳 是他改变了我 嘿 怎么样 来跳一下游泳吧 蛤 你还说不怕你 那 比赛千岛 输的是小狗 而运动让我开始改变 真的 改变从运动开始